它是最便宜的降压果,用这两样东西就可以搞定,简单易行还便宜。 高血脂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病症,它可引起一些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如动脉周样硬化、关心病、胰腺炎等。 那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叫血脂呢?其实,有两种最简单平常的食材就可以做到,快来学一学怎么做的吧。 五水山楂酱 山楂、红糖 制作方法 1. 将山楂洗净 用筷子从山楂中间穿入,将山楂分成两半,再用筷子头把山楂的盒剔除。 2. 将处理完的山楂放入碗中,加入红糖进行搅拌。 2. 红糖 红糖和山楂的用量比例通常在3比1到5比1之间,可根据自己对酸度的喜好进行调整。 3. 腌制一晚上,出汁,酸甜可口的无水山楂酱就制作完成了。 3. 原汁可以兑上一点水来喝,山楂肉也是可以吃的。 3. 原汁可以兑上一点水来喝,山楂肉也是可以吃的。 3. 山楂有很多好处,但它也有一个弊端,山楂是破气破血的,所以山楂再怎么好,不要单独去吃。 4. 红糖有活血化鱼,补气的功效,所以搭配住吃才好。 5. 这么简单的无水山楂酱,您学会了吗? 5. 既能助消化,还起到降血之作用,实在是太好了。赶紧告诉更多朋友吧。 5.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5. 高血之是中午老年人常见的一种病症,它可引起一些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如动脉周样硬化,观心病,一线炎等。 5. 那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降血之呢? 其实,有两种最简单平常的食材就可以做到,快来学一学怎么做的吧。 5. 无水山楂酱 5. 无水山楂酱 制作方法 1. 将山楂洗净。 用筷子从山楂中间穿入,将山楂分成两半,再用筷子头把山楂的盒剔除。 2. 将处理完了山楂放入碗中,加入红糖进行搅拌。 红糖和山楂的用量比例通常在3比1到5比1之间,可根据自己对酸度的喜好进行调整。 3. 腌制一晚上,出汁,酸甜可口的无水山楂酱就制作完成了。 3. 原汁可以兑上一点水来喝,山楂肉也是可以吃的。 4. 注意事项。 4. 注意事项。 5. 但它也有一个弊端,山楂是破气破血的,所以山楂再怎么好,不要单独去吃。 5. 红糖有活血化淤,补气的功效,所以搭配主吃才好。 5. 这么简单的无水山楂酱,您学会了吗? 5. 既能助消化,还起到降血之作用,实在是太好了。赶紧告诉更多朋友吧。 5.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1.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2.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2.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